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德国的部分 因为明天英国国会要大选 同时欧洲央行明天也会开利率会议 所以欧洲在等待这两个讯息 所以股市暂停了下来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目前普遍是黑色的 当然跌的不多 南韩跌一点 日本跌46点 香港目前涨4点 大陆目前是在补涨 所以大陆相对是比较稳 这个对于台北股市是有相呼应 因为台北股市跟大陆的贸易是很密集的 所以大陆如果能够强的话 对于台湾对台北股市来说 会有加分的效果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开盘之后 又创了一个新高点 可是量还是不足 所以这个行情重点还是在选股 也是看经过 那你可以发现到今天虽然创新高 可是今天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什么特殊现象呢 你看开盘到现在 开盘到现在 上市柜的公司 上市柜的公司 还没有一家涨停板锁起来的 今天开盘到现在 开盘到现在 指数刚才一度创历史新高 又触涨停板可是都锁不起来 到目前为止 涨第一名只有涨9.6% 第二名是郁金光 因为郁金光 恢复正常的融市券交易 所以今天又拉了上来 那其他这些其实都还蛮投机的 大部分都是比较偏投机股 创意 创意连续两天的大涨 可是这个涨幅已经很大 业绩其实也没有说特别强 业绩其实也没有说特别强 那第一季只赚一块钱而已 这个本益比已经二十倍了 本益比已经快三十倍的本益比 我个人是觉得 虽然短线在墙 可是攻击的空间可能会有限 扣令的优寒 那先进光 这也是业绩很烂的 先进光 今天又上来了 可是第一季的获利 是赔钱的 廖金也公司 其实他业绩一直以来都不怎么样 顶多一块钱 那股价五十几块 这个都是具高度危险的 那比较好一点的像 脖子 脖子稍微比较好一点 脖子今天涨了五趴 脖子今天涨五趴 因为这是网通骨 今天这是华颜 脖子 脖子今天涨五趴 是相对业绩比较好的 可是这个大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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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吃过喷出 这个短线会有攻击的机会 所以你要做短线的话 脖子倒是可以注意 第一季的获利 0.73跟去年差不多 可是营收的部分 一个4.9亿一个3.9亿 营收成长了30% 获利竟然维持差不多 可见得它的毛利 是掉下来的 从21%掉到19% 那当然其实获利维持还不错 获利维持还不错的话 全年应该还是能够 维持正常的一个水平 3块钱左右 那维持3块钱 股价其实本一比不算很高 大概14倍左右 所以今天破了新高之后 短线会冲 如果你要做的话 短线抢一下两三天OK 可是不要 因为毕竟它也是从 17块涨到这里来 还是属于长线涨很多的 所以这刷地算是没关系 强的短线OK 可是不要有太长的一个安排规划 那我今天要跟他讲的是 今天台北股市又创新高点 可是竟然没有一家 涨停板锁起来的 代表今天的涨时是怎么样 是很平均的 是很平均的 没有特别集中在特殊的类股身上 所以在操作上 你自己选股 掌握一个原则 毕竟指数还是有比较偏高 涨高的股票就不要刻意去追 掌握底部的转机股 掌握底部的转机股 那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最强单还是特斯拉 特斯拉昨天 先看苹果 苹果昨天开发者大会 股价涨了0.5元 那昨天最强是在特斯拉 特斯拉昨天又继续大涨 这里没出来 可是事实上昨天 特斯拉又继续创新高 特斯拉创新高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到 特斯拉概念股 最近表现上 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表现 因为主要还是量的关系 主要是量的关系 那辉达 辉达 这也是另外一档耀眼的标的 一年多来涨了6倍快7倍 那辉达概念股 我们每天找 辉达概念股2449的金元店 昨天被当冲冲了下来 那这档个股的看法 压回都可以买 你知道在这段期间里面 外资买了6万5千张 加上这一天 买了4千9百张 加起来买7万张 那昨天开高压回 外资并没有退 反而继续加码 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几个重要的资讯给大家看 你看花旗 昨天继续加码4398张 我把花旗最近的操作 这个要让电脑跑一下 没关系 那花旗是连续两天 花旗连续两天加码金元店 两天买7873张 你知道五月份到现在 花旗买金元店 买了3万7千多张 就光是一家花旗而已 有没有 连续两天花旗买金元店 花旗环球买金元店 连续两天买了7800张 那从五月份 这里买了一次 这里又加码一次 两边加起来 已经3万7千几张了 它的平均成本 其实就在这个环带里面 所以它没很厉害 那另外一家 另外一家 国泰综合 国泰综合昨天六月份买 来你看国泰综合 昨天国泰综合 也是买金元店1655张 那光是六月份也买了4千张 从五月份一直以来 五月份吃费 跟年转费4天 总共也买了 一万六千八百张 也买了一万六千八百张 那整个今年度 国泰综合买金元店 买了两万九千七百十九张 所以只有特定买盘 把人再加码的标的 这很清楚 另外 我们来看一下富邦 富邦也买不少 富邦也买不少 所以内资跟外资 都同时在锁定金元店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辉达 辉达干预辉达已经涨了六倍了 金元度的相形 金元度 都买在这个地方 其实距离股价目前也差不远 那得意志 其实股票要用 一定要有人诧别 如果没有法人问津的股票 当然是不会动的 那金元店相形整理了十五个月 最近才刚刚 最近五月底六月初 得意志 也是买在这个地方 总共买了九千九百九十四张 所以多方人马在角逐这支股票 这也充喔 但它股本稍微偏大了一点 没关系 目前支撑在三十跟二九点八 在三十跟二九点八 我们从这里就开始跟着布局了 那现在整个大厢情过了之后 这时也冲出去 金元店是今天跟大家报告的 那今天我们强棒初级 每天我们都会有党强棒初级的股票 今天我们推荐有达 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荐有达 因为有达其实我们长期都在操作 长期都在追踪 那为什么今天会特别推荐有达 因为昨天外资买超第一名 就是有达 昨天外资买超第一名有达 买了两万零八百六十九张 那礼拜一的时候 外资买超第一名是群创 一万两千九百一三张 上个礼拜外资买超第一名 也是群创 两万六千七百四三张 所以从连续几天来 外资的买超重心 开始集中到面板股之后 用面板股来点火 是很明确的一个外资的动作 那以目前我跟大家谈过 指数在高档区 你要找底部的转机股 有达群创外资提出报告 上半年法人预估 有达赚两块钱 群创赚三块 赚两块半 那个全年至少 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 有达群创全年至少 四块半跑不掉 别比三倍而已 去哪找这种股票 对不对 2409有达 这个目前股价在 今年获利如果是四块半的话 将会是十年来最好的一年 股价在底部啊 这个股票要打车 对那目前守住连线 再来一次回车连线 刚上来 所以今天全力推荐 有达 你要做长做短 我觉得支股票长短皆宜啦 短线外资开始 以有达群创来做点火 短线上你看群创 已经即将过新高了 为什么今天我不点群创 而点尤达 除了昨天外资大买 尤达以外在 群创已经要过高点了 而尤达却离高点还没有 还有一段长距离 而且才刚站上年线 月线 半年线全部站起来 刚形成多方的排列 而且今天开盘 才一个小时而已 成交量已经快要超过 昨天一整天 所以今天尤达将是 各方主力的焦点 大盘今天的多头气势 将会由尤达群创来做维持 然后目前才刚涨 2.86%而已 我想这个地方 先建立持股压回 有压回 只怕不压回啦 有压回12点 这附近都是不错的标的 可长可短 这是尤达 你要数量买多买少 其实 这边不会几千钟几万钟 其实都OK啦 你看今天一开盘之后 都是几乎都是大单 都大单 都是大单 好几千张的大单 都一直在尤达身上来做竞筑 有没有 2900张 1000张的 2000张1600张 都是大咖单来里 都是大咖在里面 因为大家也知道嘛 指数在这个地方 怎么会有北比三倍的公司 尤其获利是十年来最好 股价竟然只有十年来底部 我今天特别跟大家点名尤达 提供给大家参考 其他更多的分析 我们在下午两点半的节目 再跟大家做进会报告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